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四 因为今天是一个德国统一纪念日 所以呢我们就放假 那就跟一般的礼拜六礼拜天一样 就做了一个早午餐 今天做的是荷兰松饼 然后我们就是边吃早午餐 然后边看Angela Mirka的演讲 然后吃完早午餐之后呢 我们就是很慵懒的准备出门散步 然后弟弟就骑着他的滑步车 然后我们就要去这个Asterbandeberg 这个森林呢 其实我们已经来了非常非常多次了 但是因为这边可以喂鸭子 是我们今天忘记带面包来了 然后就是还可以来这边带小孩来这边玩啊 来这边走一走 那假日的时候呢可以看到很多人来这边遛狗 还有带小孩出来散步的 这是我们姐姐在学那个鸭子叫 因为现在是秋天 所以森林里面我们可以常常看到这种野菇 那这种野菇呢 其实大部分应该是可以吃的 我们看到那个超市里面也有在卖 那其实价钱也不是很便宜 然后走着走着就到了这个可以喂鸭子的地方 然后这边还可以划船 夏天的时候我们也有在这边划船 今天忘记带面包来喂鸭子了 弟弟非常的失望 我可以看到鸭子也是挺开心的啦 走着走着呢 我们就会来到了一家咖啡 它叫咖啡雷哈 其实它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然后它的蛋糕还有它的一些手工饼干 它的餐点都做得非常好 所以它到了假日的时候人都非常的多了 那里面常常都会没有位置 所以我们就坐在外面的这个室外区 只是说室外区有很多的蜜缝 所以我们姐姐就常常都在旁边躲的那个蜜缝 然后基本上我们吃完下午茶之后呢 晚上就不怎么饿了 然后我们晚上如果还会有点饿的话 就吃一点Albenbro 就是面包啦 撒拉尼啊 起司这一些东西 那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家 一个非常平凡平静的假日的午后 今天他们还有喝了一个它的热汤 叫做Hokzai Super 就是一个在德国混礼上会喝的汤 然后里面有一些牛肉块啊 蔬菜然后配面包 你们弟弟吃得非常的开心 好了 今天就录到这了 我们下次见吧 拜拜 拜拜